所以怕人會不會喜歡另一個人呢? 我會掛念你 那我們開始吧,空師 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色彥空法師,空師,去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Hello,空師 Hello, Hello, Annis 我們正式介紹空師之前,我有一個問題是非常好奇的 就是一位法師或者外出家人會怎樣去定義或者介紹自己呢? 所以就想邀請空師看看會不會有人用一句話 又或者是一個跡涵 甚至是一個你覺得人生的成就 你覺得可以很象徵或者代表自己 你剛才說了,一個法師一個外出家人 沒有什麼特別是一個法師一個外出家人 2002年我們在香港大學 還有陳麗雲教授和李卓芬教授 有三個我們叫做Founder 一起成立了香港大學法輪救中心 你也是我們的學生 沒錯,這就是我們的淵源 空師,你小時候其實家境都相當不錯 是嗎? 爸爸說他孝順 我爸爸說,我爸爸是努力 他在社會上也是成功的 所以我也是在一個幸福家庭裡面成長 空師,你是小學的時候讀喇沙 中學在日本讀 然後大學在外國,在別國讀 我記得很有趣的位置就是 你的學位是電腦及國際相謀 是的,因為那時候我最初 因為我爸爸是做生意的 我一向都很覺得自己是做生意的 他讀的時候就讀行業 選了國際行業 因為我爸爸做很多出人口的事 但是後來,因為我當時 我通常都想太遠 因為那時候我讀大學是 七四、七五年 你們一定還未出生 其實可能出了 可能 七四、七五年 但是那時候 擔心九七年回歸 我就覺得 糟了,如果香港 第二天九七年回到中國 那我就做生意沒得做了 然後就不如讀這個 回歸以後 都還可以做 那個電腦一定會有 後來讀 過身上職業 再加上第二次大學 我就二次大學 這是每次大學 就是科學科學科學科 所以考驗和科學科學科 就打算到回歸的時候 就算沒有生意做 也可以做電腦 國際商務也是關於國際上生意、趨勢等等 跟佛法的關係似乎是沒有接觸的 沒有,完全沒有 又不可以說沒有接觸 因為我接觸佛法應該是感謝金庸先生 我們很多當時的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的成長是跟天龍八步、飛湖外傳 本來的補俠小說 當然在金庸小說裏面有少少少少少的佛法 當時的佛法就是這麼多 我還很喜歡看當時的風神榜、西遊記 很喜歡看當時的佛法就是西遊記和風神榜 就是這些能夠吸引到嗎? 沒有,能夠吸引到 完全看完之後都沒有 接觸 接觸,當時的佛法就是這樣 所以接觸佛法是回到香港之後發生的事? 結婚 結婚才發生 這個我就想問多一點 好像你當時是除了當時在明星的維德法師做妻子 我很想知道的是 究竟是甚麼緣起或契機 令你們兩個人決定之後各自遁入空門? 我當時已經是在做股票 因為當時股票淡靜 有一天股票淡靜 我們三天半就收視 就可以走了 當時就給了大會堂看畫室 看到下面的水牌 下面寫著有人說金剛經 我說金剛經 以為是想著甚麼金剛不懷山 武林飛級 對,我很想要看這個武俠小說 要看看甚麼是金剛經 再去聽 原來是說金剛經 原來是說佛經 一聽就覺得 以為是有些了道 下個星期就叫老婆去 就開始學佛了 最初學佛都是 好像一般現在的居士 沒有你這麼認真 有時候沒有碩士 師傅說了經 就在那裡說了經 就四處走 但是都是很喜歡的 但是人們好像看電影一樣 看完之後說幾乎睡覺 聽完之後很開心 睡一睡 同時是不是也是 一天 從那裡聽到睡覺 老師在那裡說 睡一睡 很正常 但是後來就慢慢慢慢就 我們有老師 就熱文宜老師說 你們這些人聽到內經 都不做些事才行 你們試試講經 好像你這樣 我常常鼓勵你做這些事 我就開始 答應他幫我講經 我答應他講經的時候 斬粗粗 我就甚麼都不懂 但是答應了別人講經 就叫認真 就一直去尋找 了解 我記得當時搬了很多字典回家 因為當時找老師去講解 你聽很難 當時沒有互聯網 但是有字典 我想有一半的學佛是查字典 就慢慢慢慢學習 就開始真的出來講經 講到那麼長時間 當時已經開始打坐 我當時的生活就是 早上起床就打坐 接著就搞了一陣子 那些客人打電話來 喂 你上班了 那不是說股票正義嗎 對 我就說股票正義 喂 我約你吃飯 出演一下 這樣就回去吃飯 接著就下午查股票 接著放工去哪裡 我去做義工 當時我去南朗醫院 當時南朗醫院還是善宗醫院 就去那裏做善宗服務 就變成你 你的生活不是有一點 我當時有精神分裂 好像有兩個人格 其實是很平衡的 是挺爽的 好像有些靈性 又可以賺錢 接著又可以開心 但是我到了三十五、三十六的時候 就有一天覺得自己 開始年紀大 自己事業沒有什麼成就 因為我三十幾歲又不算老 但是看到那些五十四、六十歲 七十歲的人 大概他們是怎樣的 預計如果我這樣走下去 大概好像他那樣 其實你是兼職學佛 兼職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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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果就是這樣 我要放下很多佛法的東西 我又不能進入打坐 之後如果九點幾十點就打坐 你八點鐘就開明天見 昨晚的事件是怎樣的 有什麼發生 然後你預備九點半的開示 就準備了 那不行 我用打坐 我發現你要這樣改變我的生活 而將我的法法放棄了 而賺錢生活 我當時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決定出家吧 那你出家的決定是 有沒有跟家人 又或者是當時的太太商量 還是純粹是一個下 那一下出家 然後就很順利成章 不行 那時候出家 因為譬如你結婚 你不可以跟老婆說 我出家了 嗯 好像很壞 是 那就不行了 那麼 那我扔著出家的心 就收了在心裡 就不敢跟老婆說 那後來有一次 因為我當時太太已經學會睡 那她跟著她的師父 就跟進去做師父的試者 玩鞋之類的 那有一天她回來 就跟我說 晚上十二點鐘 她說喂 我們有個師兄 就扔下了老公酒醉 她好像自然正面出家 那我就問 喂 那我們就怎樣了 我們又去了 那我就說 好啊 我們又去了 那她承受了我 我心中在煲水 不知怎麽算 她找人說她這件事 我當然吃著想 那我就好啊 就出家了 十二點多 兩個黑手為庭 出家了 嘩 就出家了 是 我很想知道當時的感覺 是那種男女之情 是不是在那一刻昇華 都會變成慈悲 你沒那麽厲害的 你沒那麽神話 是很難一刻放下 握個手 大家出家 那種感情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決定了出家 建議了出家 到出家中間有上年幾兩年 即是真的都出家 因為我們出家的時候 那你還要很多事情搞 那你還要跟別人說 那最大的 要我們延遲的 第一就是 因為我在做生意 那有些朋友說 你不要走 你剛開了檔 你怎麽走 那我就不能走 那最重要的是 我看一位師傅 你兩個 怎知在做什麽 你如果要出家 你搬來和住院住 即是 譬如說你現在要出家 不是 試一下 譬如說你現在要出家 那你先搬來住 看看你先剪掉你的男朋友 不然收了你回來 出家帶肚子就怎麽算了 OK 好 你明白的 所以你搬來住 看你乖乖地慢慢在這裏睡 那你住了一年半 你就沒事了 那你10年才出家 那你明白了 所以我們拖了一段時間 那在那段時間 我們仍然有很多來往 有說電話 他又不開心 等等 都是打給我 所以有一次 他和他師傅上了去大陸 快下去 我去接飛機 接飛機的時候 就 接飛機很平常 你老公老婆 當然是拖著他 那師傅見到 你倆眼冤 沒什麼事 那個過程都是這樣 我和太太的感情一路都好 到今時今日 他有什麽問題 那我都說 喂 幫我搞定他 都是過了 就是大家互相支持 互相明白 有什麽問題 那你幫我搞定他 我幫你搞定他 那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互相支持 對 因為 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提法 出一間人 就是用心學分 修學 道眾所學 那不代表我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不會很 以前都是這些責任 責任可以膽化 但是我又不覺得 完全是要 就是很狠 或者很 很生硬 團舍的情慾 或者任何關係 我會說中途 那中途中途一點 就是不用交到那麽 好像一下子就變成聖人 你一下子就變成聖人扮的 是吧 有個過程 我是學佛 我不是佛 學會出事 你會生氣 那你生氣 就生氣越來越好 那你不用一下子 我學佛 你就已經扮成聖人 那你自己騙自己 所以慢慢來 那剛才空師 你提到 有一個類似一年的緩衝期 之後就開展正式的出家生活 不索巧 時間不太多 那出家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你是不是不斷地打漆 然後每一天都坐 當然出家人都很多亭 譬如你來到袁通寺 袁通寺有些袁通寺的師傅 袁通寺的師傅基本上的生活就是 他們就早上做祖國 五時鐘 四、五時鐘 出來做一陣念經 那中間就在這裡 打理一下自願的生活 照顧一下一些鄉等 有眾生有人來就探望他們 說說法 好像這些喝茶的地方 就說說說話 貪圖人生 那些東西 但你在這裡住 這個就是一般普通出家人的生活 但有些 譬如我這些 就已經是 另類了一點 因為我本身是 在大學教書 大學教書的時候 就知道 放學幾點鐘 九點半 晚上 到晚上開花 怎樣睡覺 早上起床就不可以 那他就在外面住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就變了 有些就 弘法的 因為弘法的需要 你就會生命 有些少許模式不同 有些就好似 化霧多些 有些就去做法事 有些見到在做法事 幫人搶頌 念頌 有照顧 俗家人的生老病死的需要 那至有些 好像我四處講的經歷 都有 就是很多不同的生活 有些不同的生活 好似你現在的生活 就是在教書 和在子女的生活裡面 都需要有個平衡 對 都不知道 我覺得很多法案 譬如說 我教書 你就知道我做佛陀佛教育 我做超級學生 我們超級學生 他們就去了 我們佛法輔導中心 整天看著他們 看他們有什麼輔導 有什麼輔導的過程 看有什麼需要 教他們 指導一下 還有很多 譬如我在保齡支 有些公職 法輪會有些公職 我經常做什麼 簽支票 我經常簽支票 就是因為 我是很多學校的下監 下監 下監的工作 其實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簽支票 所以經常有很多候選 有一個公司 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困難 就是 不想處理這些公務 很想 可能去混遊 或是逍遙遊 這個是 一向都想 真的 混遊 是我一個 到今時今日 一個夢想 就是 我希望 你快點祝福我 快點成就 祝福祝福 我們說回出家人的生活 因為很多觀眾都很好奇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在家上 遇到法師 可以怎樣打招呼 哦 法師阿彌陀佛 或者師父阿彌陀佛 通常我們要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是一個 你知道阿彌陀佛 西方紀律世界的阿彌陀佛 其實阿彌陀佛最好用的 師父 阿彌陀佛 師父你好嗎 或者師父阿彌陀佛 然後 哎呀 真是阿彌陀佛 真是好慘 阿彌陀佛 哎呀真是好開心 哎呀 阿彌陀佛 其實阿彌陀佛是八達的 嗯 在漢全佛教來講 你講阿彌陀佛 任何一個位講阿彌陀佛 都可以 嗯 有關念佛號這件事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討論 很多觀眾都很想知道 那究竟練出來有什麼用呢 那你回到剛才出街人的生活 那就是我會很想聽一下空師 你分享一下 出街的生活 因為都 幾多年了 今年已經是 我久不出街 32年了 32年 那你32年裡面 有沒有經歷過一些 空師一開始 會不會都是 想吃肉 又或者其實一直都已經在吃素 我未出街已經吃素了 那 那 他有一陣子 因為我父親往生一點後 我們吃素 但是呢 就 吃了90天素之後 吃了肉 他嘔吐 那 就不吃得了 那我就很魔鬼 那 這些好吃啊 試一下 那他吃不到 一吃就吐了 那他吃了素 那 我就 沒問題了 那 後來 就什麼時候 我到我開始吃素 我87年開始吃素 為什麼突然可以吃素 因為我開始講心 講心經 那我講心經的時候 既然講得心經 就要吃素 那我就 好 吃素 為了講心經 那為了吃 講心經吃素 一吃就吃到今次 嗯 之後 從來都沒有起心 覺得 哇 想吃飯 最初有的 最初我那時候 喜歡吃這個 辣味飯 那就是 這些天氣 那些辣味飯很香 嗯 那有時候喜歡吃 這個不知什麼 很有牛肉飯 很喜歡的 但是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這些 明白 那吃肉方面 就可以解決到 那心境上 譬如 出家人會不會喜歡 另一個人 法師 會不會有性慾 有沒有性慾 我又不可以告訴你 空師是一個性人 那我覺得一定不是 我還是普通人 但是你說 那你會不會 做你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這裏我們現在加個小知識 就是 空師是我 當時 MBS 那份 因為剛才空師,你一說火,我記得佛堂也說過一個比喻是性慾,還是你對陳世的慾望就像火一樣 一直這樣燃燒 而且性慾其實是很多外出人所面對的問題 例如我看過一本書,他訪問了不少的法師 都說性慾是最難去處理或修行上一個很大的障礙 空師,你有沒有故意去斷除慾念,還是自自然而聽多些經驗之後做多些事,就會失去那種慾望呢? 你問我,怎樣去最好淡化那個慾望呢? 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飲食 不要吃那麼多的補品等等,吃完那些東西 我很多時發覺是在食療上去幫你自己淡化你自己的衝動 當然,打坐,或者你自己對自己的念頭的控制 這些都是各察維持的,念頭各察明白 你知道那些東西,其實你知道的,你不理會他便會離開 很多時我們,就像剛才說的,你不享受他便沒事 你一享受他便會燒 早點感色,可能早點淡化 如果公司見到一個美女,然後就問,嗯,挺美的 然後又是被這個念頭去留過? 是啊 嗯 嗯 留過吧 然後,有個故事說,那個老和尚跟那個和尚過河的 你聽過吧 有個美女經過嘛 她過不了,但是老和尚托了她過去嘛 她放下了一個美女,然後走回寺廟那個和尚陣 還可以囉嗦嗦,師傅為何保住美女過河 那個和尚說你還保住她呢? 那我放下了很久了 那意思就是,你要捏死這個念頭,說你不准 你見到那個美女,而你不准那個美女的那個念頭 再出來是不行的 嗯 即是會擠出來的 即是這個就這樣 但你出來,你不承認她,你不理她 她覺得很無聊就會走 即是她的念頭覺得很無聊就會走 即是繼續做自己的事啊 是的,很多人覺得 我想到這件事,我一定要去招呼 嗯 那譬如說,我很想吃一顆花生 吃一顆吃,不要吃 哎呀,好像很好吃 但是,吃一顆這樣 哎呀,不要吃了,真的吃了 你這個腦袋做一顆花生 嗯 你記得一顆花生,好嗎 唉 我喝一口茶凍了 那你就不記得一顆花生 嗯 嗯 這個下一個 我覺得可以套用在日上有很多東西 任何東西都可以 你掛著什麼人啊 你記著什麼什麼 我們覺得那些念頭出現了 就好像很兇 即是 我想了,你一定要招呼我 嗯 你也可以不招呼他 即是 即是我們講定力 或者智慧 智慧就是你知道哪個念頭 你應該容許他發展 以及哪個念頭 你不應該給他發展 嗯 那你那個不應該給他發展 那個念頭 你就不給他發展 而堅持在 你應該給他發展的那些念頭 那就叫做靜定 嗯 正確地專注於 你應該發展的思維 而不去專注那些 你不應該發展的思維 那叫做靜念 嗯 所以空師一出門 可能就會忘記我這個美女 對 有茶 有茶 你想我怎麼回答嗎 Alice 成商會答 我會想念你 我們這段影片 有沒有人看呢 謝謝 說笑 才是說笑 佛教的說話 有煩惱即菩提 聽過什麼 那為甚麼煩惱即菩提 煩惱就是你那些 你那些貪真痴的念頭 叫煩惱 那你當你有煩惱出現的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原來有問題 那有問題呢 你就一定要去去下藥 你有落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原來你處理煩惱最好的力量 就是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就是怎樣 譬如我一見到美女 我就要看看這個美女 這個美女是什麼 就是因緣生因緣滅的一個美女 一個因緣生因緣的美女 和一個因緣生因緣滅的阿婆 是沒有分別的 我就要把這個美女 看到她因緣生因緣滅的特質 就將她在眼前變成一個阿婆 不用 是不是怎樣 不用 她因緣生因緣滅的美女 她的本質 和阿婆的本質有沒有分別呢 就好像我經常說芝士蛋糕 是 一定要跟觀眾說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不論你是一個普通的芝士蛋糕 20元一個 和200元一塊的芝士蛋糕 她兩個本質都是肥的 嗯 是嗎 一個美女和一個阿婆的本質 都是千流變化 不穩定 所以呢 我見到一個美女 我就見到一個千流變化 見到一個阿婆 我也是見到千流變化 那我就見到芝士蛋糕 和美的芝士蛋糕 和不美的芝士蛋糕 都是肥的 嗯 我這樣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有時候看美的事 又有些煩惱 你才知道 原來我要處理好這些煩惱 見到那個煩惱的本質 原來是原生性空的 和我看一些我喜歡和不喜歡的念頭的本質 都是原生性空 嗯 那你跟著就是 心是深入一個 所謂平常心 美女和阿婆 都是平常心 那你才能夠過到活 你明白嗎 嗯 你知道 我們常常在社會走來走去 尤其是在大陸走來走去 喂 這些妹妹仔 好美女的 那你怎樣呢 你就是 這個美女和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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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阿婆 其實 本質都是原生原滅 那你其實不是看那個美女 你看你自己的內心世界 所留下出來的那些畫面 那些畫面其實都是原生原滅 既然你的內心世界 就要 focus on 那些 不是那些事物的外表 所有相皆是虛妄 美女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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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 留什麼什麼所有的相 其實的本質 都是你的心教出來 都是假的 所以你要 就是所有事情 你都要看三層 要明白事物的本性 知此難過的本性 就是肥 那 人 五穩 你也是五穩 他也五穩 我也是五穩 五穩的本身入空 那你 你一定要去 逼你自己看三層字 因為那些貪真之煩惱出來 你知道那些煩惱出來 會搞到你一窩窩 那你就要 喂 不要比較了 你就要聰明一點 走它快一步 讓它不要讓你的心 著了外相 那時候 就看深 那些相 你知道那些芝芝蘭哥的好味 但你為那些芝芝蘭哥的好味 那裡 控制了你的行為 你吃了它 之前你就看到肥 不吃你 肥 肥 假的 豪洋騙 我不在乎 退一退 抽離一些去看那件事 看深一點 嗯 就是 整個 吃煙仔看深一點 你就知道Centus 打 肥蛋糕看深一點 就知道肥 美女看深一點 就很困難 唉 我是真心的 哈哈 不要不要 哈哈 哈哈 我們剛才所討論過就是一些外顯的 比較慾望一點的 比如美感判斷一點的 或者是 芝士蛋糕就是想吃 然後美女就會想追 等等 都市人很多時候面對一個情緒 都是情緒 內在的情緒 嗯 這裡我都很想問法師 有沒有曾經被人激到眼火爆 有的 那怎樣處理情緒 都會像剛才那樣 抽離 這件事可能不是自己想做的 就是 你被人激到眼火爆 或者生了一些情緒 開心不開心 首先我覺得是要諒解 對 就是 譬如說 有人很 就是 有恩怨是 譬如說 你被你老闆屈 或者你被人激到你吐血 那你要諒解自己有情緒的 就是人是有情緒的 就是 我覺得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喜怒哀樂未發為之忠 發而皆終節為之和 忠和 就是 你未有情緒的時候叫忠 沒有天下太平 沒有人激你 沒有人激你 所有事情 睡醒覺很太平 那就叫忠 那 法而皆終節 有人激你了 很猛争了 那你真的有 有喜怒威樂了 他說皆終節 就是 中道 節約 就是 黑色海而止 那你就 是和 所以 不是叫你做了一塊木頭 不是叫做石頭 而在你自己有情緒的時候 有些節約 比較中道 處理好它 就不要被它泛濫和控制了你 那叫忠和 那你忠和的時候 你有忠和的能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容許它 知道它因緣生 因緣滅 好像我剛才所說 讓它走 那我在培養到這個中和的能力之前 有沒有些什麼 或者控制你有沒有一些 認識的應對方法 可能你被人說 喂 你一個法師 你幹嘛去教書 你混合了心理學 那些輔導 你搞斷佛法 你 有沒有生氣 沒有 沒有 那如果你生氣 你會有些什麼方法 會做些什麼 你那些說話 什麼叫做難聽 我會被人罵得多 真的 但是 你剛才說的 很簡單 我就解釋你聽 解釋你聽 就沒事了 但是有時候 真的 我覺得 情緒有很多 有些最慘的就是內疚 你真的做了些事情 真的壞了 然後刺爆了你 你竟然有些內疚 那些內疚的殘疚 有時候你都要搞錯搞定它 嗯 我認識一個朋友 弟子 他爸爸生癌症 病了 他在家裡住 他經常都很乖 他去照顧他 有一次 他有一個朋友生日 他就去了 爸爸去不去 爸爸去吧 你經常都沒事了 你去吧 他去了朋友的生日 爸爸在家裡就死了 你會想到 他故意回家裡 背後 爸爸在家裡 他就死了 那一定有個內疚心 那這些人來找你的時候 那我首先就說 其實 你有個內疚心 或者不開心 其實是 正常的 但是這個正常 其實你就要明白 其實 你就要知道 其實你自己的情緒是正常的 但是你也知道 你要幫他解決他這個 這個 就是你這個殘害心 現在的內疚心 這個哀傷心 可以如果你容許它 泛慢去 去成為你 主導了你的腦 我經常使用那個 那個 Screen Saver 就是電腦 什麼是Screen Saver 你沒有東西發生 它會彈出來 如果你的腦 現在的Screen Saver 就是內疚和痛苦 內疚和痛苦 你會很慘的 你慢慢慢慢就會出事 所以你也要知道 其實你首先有這樣的事發生 你是內疚 是不開心 是很難夠明白 和諒解你是一個人 對吧 那你也知道 其實有些人死的時候 我想問你 如果你死 你想有人在你身邊 還是沒有人在你身邊 我的直覺會覺得 我會想自己一個 但是 都希望我有個人 開著手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 譬如說 他爸爸這樣 我猜了 他年紀這麼大 阿女身邊在那裡 哆哆哆哆這麼多年 而他覺得 他可能未必 阿女想看著他死 是有一些人 是不想人看著他 而他自己靜靜地治癒 那 那我不知道他爸爸是不是 有些人是想的 還有他是靜靜地的時候 他想 不用阿女在身邊 說你沒有死 那些 他可能阿爸 趁阿女不在那裡 那時候 他可能趁那個機會 自己放下 所以 就算 剛才那些 這樣的情況 那 我也是 鼓勵那個 女孩 首先要諒解 爸爸 爸爸死 不是爸爸 刻意安排 就是他 我現在死了 他走了 那未必 不是那麼多人 不厲害 我們現在就死了 所以你諒解 就是 體諒爸爸的情況 而了解 爸爸的情況 爸爸在那時候死了 你也要體諒自己的情況 我已經看了爸爸 我其實都很關心爸爸 但我又不是性人 我都沒有什麼事 他去生 他死了 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人世間是有一些 不如意的事 或者不理會的事 發生的 是正常的 即是你不可以 希望世界上 所有事情都很美麗 很完美 是有不完美 和有問題出現的 在不完美 和有問題的世界裡 你感覺不完美 和不開心 是正常的 但你明白 諒解了它之後 你也要放下 因為 世界就是這樣 世界就是這樣 你明白諒解 是不是放下了 他就繼續做人 為什麼 剛才就是 一些比較內疚 和慚愧心的情況出現 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 在公司被人捉背 又或者 在家裡 被長輩罵 又或者 一些長輩又被小朋友 罵回他們 這種 很負面的來往 有時真的很生氣 我很想罵回他們 在這一下之前 我們會不會有什麼方法 可以阻止 不是阻止 或者我們應該 保持流動 就罵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修行 修行 修行就是微語籌謀 譬如說 有肯定有事來激怒你 或者有事發生 如果你有微語籌謀 人家來激怒你的時候 眼火爆了 你會懂得 深呼吸 走一口氣 嘩 嘩 你真的很生氣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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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去練功夫 練功夫 練功夫就是什麼 摘在那裡 嘔嘔嘔嘔嘔嘔嘔 那你做很多嘔嘔嘔嘔 這些事情 你才出來打架 你便打淡它 那你都要去操練 操練 操練你的身體 有這個肌肉 去面對逆境 那你的心 好像身體一樣 你都要操練 那你 有很多人來擊你 那就是撩你 撩你打 那你撩你 就除了身體的反應 少要撩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 經常都會練習 如何去放下 觀呼吸 入出 入入 如何去明白事物的 原生完滅 從這個無常的角度 一個不可得的角度 去看完事物 那些痴痴蛋糕 其實全部都是肥的 不用想的 所有情緒 都是原生完滅的 所有美女和醜女 性質都是遷留變化 不可得的 那他經常都是這樣操練 經常在操練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姿勢 那個姿勢是肥 美女 是假的 情緒一定會過 那你有了這樣的操練的時候 你的腦 那個思維 那個角度 你首先由這個禪修 去通過禪修 搬呼吸 去令到身心 有一份 這個 Hardware 一個硬件上面的 平靜先 還有這個思維上 軟件上的角度上 去觀察更深的層次 不穿愛上好的層次 去看市民的本質的時候 都是如夢幻靠影 不要來的 那你有了這兩個角度 去護住你的時候 你就不怕了 嗯 但這裡要操練了 是 為什麼要走來這裡 都沒有人操練 好 那我們這些未去到這裡操練的 就先深過呼吸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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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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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 謝謝 請